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白总 保镖同志 你今天打算矿工吗 没有啊 现在几点了 来得及 现在打个车马上追到公司 你快点下来吧 我就到你家楼下了 什么 不好意思 你可是第一个让老板等的保镖啊 其实下次我可以自己去公司 没关系 我今天顺路 你会开车吗 会 今天你来 我最讨厌开车了 以后你来接我上下班好不好 行 谁 怎么了 今天晚上有个酒会 你只是衣服有点不太不适 好 小雪 法国那批保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应该在今天下午 约定的是上午 为什么 好 马上查 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还有 程总在泰国那边有反馈了吗 我马上整理 十五分钟以后告诉我 是 是 发车帅哥是谁啊 谁啊 我终于明白 他就是传说中三百六十多五十小 什么样子了 你老公 升哥 你在哪儿呢 马上看我再来一趟 真冷了 马上过去 你必须得走肯定有事 那晚上我马上回来陪你啊 好不好 听话好 好 林总 哎 晋姐 哎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白晋小姐 白晋山老板的宝贝女儿 这位是王总 你好 罗总 你好 你们先聊吧 您的朋友 好 哎 一讲王总 这个是你的叔叔 他是我爸多年的好朋友 哥 哥 你怎么才来啊 天姐 我听大哥说 前几天你差点出事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对啊 也不知道他惹了谁了 哎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上回救我的警察号 他叫高俊飞 哦 我听说了 幸亏有你在 要不然进去就真出事了 万分感谢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是白天 静静的二哥 你好 他以为我都被警校开除了 你是警校的 现在不是你 好尊敬的各位贵宾 尊敬的各位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 大家在百忙之中 光临我们双木林的拍卖会 哎老哥你别生气了吗 什么就不生气啊 几点了 你看几点了 所有人都等你 我大哥怎么当 那我答本漂亮 不还说在你用面子吗 答本漂亮什么 谁不认识你 谁没见过你 你答本成这样干嘛呀 你给谁看呢 你说几点了 你看看几点了 人约我几点 神经病 大家都是双木林 多年以来的老朋友 老伙计 没有大家 就不会有双木林今天的成绩 林伟群在此感谢大家 今天我还想感谢一个人 没有他 就不会有双木林的今天 没有他也就不会 使我懂得慈善 对于人生的意义 他就是我们珠宝行业 赫赫有名的大亨 白荣山白先生 遗憾的是 白先生因为出国公干 没能来到我们 酒会的现场 为此 请允许我提醒一位 能够代表白先生的人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有关慈善的话题 他就是 我们白荣山先生的女儿 白静小姐 大家好 我第一次对慈善有直观的认识 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去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到了那儿我才知道 原来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 居然有那么一群吃不饱 穿不暖 甚至上不起穴的孩子们 他们那种眼神 干净而又惶恐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我和我父亲说 我可以帮帮他们吗 把我的文具和玩具送给他们 我父亲笑着跟我说 当然可以啊 这是你应该做的 并且等你长大了以后 你要做的更多 谢谢大家 好朋友们 我们的白鸡小姐不但美丽漂亮 同时呢 也是我们双木林 资质的珠宝剑警师 今天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白小姐 为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款拍片 做现场的介绍 大家掌声有请 这款是一颗产自斯里兰卡的 宝石级钢玉 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蓝宝石 我哥我错了吗 我知道错了少看 我哥 他在这里弄不住啊 还想想我吓唬呀 人家就吗 你上过来 你看你啊 你不知道错了就 谢谢 晴晴啊 嗯 送你了 我不要 你还是送给我未来的嫂子吧 你未来的嫂子还不知道在哪呢 不要别后悔 好吧 那我先替你收拾吧 哥 嫂子 哎 你们怎么在这呢 怎么说结束了 几点了都要才来 等你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尽快有我二哥在 看见没有啊 都是等你磨磨磨磨来磨去的 磨着磨磨 几点了人都结束了 哎那个谁啊 你去把静静给我送走 好 我跟二哥说点事 走吧 掌握他们所有的贩毒证据 另外最主要的是 帮我们找到一个点帐位的 嗯 为了考验你的能力啊 你先帮我个忙 什么事 你带着我 帮我想个办法 甩掉你的前任 行了行了 你还英雄救美了 我跟你说啊 以后只能救我 不能救别的女孩 哎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上回救我的女孩啊 他叫高俊飞 参加这种场合你还不习惯吧 还好啊 我之前没参加过这样的酒会 啊 对了白总 那块石头真的值一百万 你说他值他就值了 没想到你阿哥真的会花那么多钱 把他拍下来 他肯定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他呀 还有 善良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个肥仔坤 胆子也够大的 居然 他要是想死 我就不拦着他 他身边有我的人 我随时可以干掉他 我跟你说 我现在想着他我就恶心 只要静静没事就好啊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哎呀 行了 你就别管了我知道 哎对了 你见过静静身边那小子了吧 就是被警校开除那个 对啊 就是那高俊飞 哎 我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上次肥仔坤那个事 就是他在静静去的 搞得我一肚子火 没事 这两天我让肚里看着你 喂喂 喂 圣哥 喂 蕾子 那边什么情况 没事 我一直在在这盯盯盯着呢 什么事都没有 你放开放开 圣哥 你他妈放屁呢吧你 我刚刚看到他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能不能长点心 圣哥 不能呢 我一直在在这看着呢 废物 你也别气 肚里最大的好处就是中心 现在这样的人 越来越少了 在抢炒 你那个说 那个高俊飞 真的是被警校开除了吗 是吧 哥 你应该看个无坚道吗 你的任务是想办法打入败价 掌握他们所有的贩毒证据 另外最主要的是 帮我们找到一个帐位的 看什么呢 小雪 好记性 我想问你啊 你们公司那么大 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名字 很多都在其他的分支机构 比如仓库啊 食材厂什么的 那这个人呢 为什么划了线呢 辞职了 他调到白总哥哥的公司了 那你见过那个张伟吗 俊飞 白总好 我想出席一下 好 哪个 俊飞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走 这家店特别上档次 你知道吗 你看小红沙发什么的 你尝尝这个 行 谢谢 特别好好吃 好喝 怎么样 跟白总累不累 不累啊 今天上午一直在公司待着 上午就去了 对啊 白总一大早就来接着我 那什么 白总这人特别好 你知道吗 但是他就不愿意让人跟着他 总玩消失 他也就是我能跟得上的 对了 雷哥 你的胳膊好了没有 没事了 特别好 身体背望 吃门 麻将 我猜雷哥以前肯定是练过功夫 对吧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你什么 吃尝一个尝一个 这个 特别辣 特别好啊 好的是 是吗 我跟你说 越吃越辣越好吃 你知道吗 嗯 真的很辣啊 怎么样 哎呀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伟 他也特别能吃辣 经常拿那个馒头 蘸辣椒面吃 我也认识一个叫张伟的 公司财务部的 也特别能吃辣的 是吗 他多大了 比我小一岁 哦 那那咱们说的 不是同一个人 不没 那没事 不是一个人没事 哪天给他整个这儿了 让他来好好吃一吃 比一比 看谁能吃辣的 好啊 嗯 那明天行不行啊 明天 这算了 那小子废了 怎么怎么了 我跟你说 就那小子 算了 你还是别打他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越多 对你没什么好多 你知道吗 我有个姐妈 做服装设计的 让我去给你走个秀 嗯 到厦门 可能打三天回来吧 今天上课挺累的 明天再说 哦 好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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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不上楼呢 因为这次AMG的品牌推广活动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 那这次活动的成功与否 直接影响到我们公司在意大利的宣传力 你谁呀 我是白总的保镖 保镖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 我新来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白总 我刚到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 程丰 这位是高俊飞 我的 保镖吗 刚才他已经跟我说过了 没办法 你出差这段时间实在发生了太多事 白总 今天你有别的安排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有点事 想出去一趟 好啊 你开我的车去 谢谢 坐啊 你这次泰国经历怎么样了 挺好的 对了 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 谢谢 谢谢 下午两点半 金盛上杀四层的下午特定点 下午两点半 金盛上杀四层的下午特定点 金盛上杀四层的下午特定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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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人在跟着你 别回头 上了四楼 右转直走 那边有些散座 坐满 等摆脱的机会 别管电话 一杯水果茶 先生您好 欢迎光临 请这边看看 我先换了 你要新登您的水果茶 请慢用 我看到了 她是杜磊 白胜的手下 以前是白晶的保镖 现在摆脱她 你终往的时候 不要让她感觉到 你发现了她 然后给我打电话 我会告诉你去什么地方 我还是想拍摄 我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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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我先拍摄 在哪里 你带摆 我先拍摄 什么事 你说 你知不知道白总喜欢什么颜色 这我不知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平常白总帮我能多忙 我想买份礼物送给他 俊飞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帮不了你了 我不知道 没事 那你先忙吧 我自己看看吧 好 我等你了 你不设意 我我去 我们做好 喜欢 爱 有什么线索 目前确然的是 张伟曾定在白景公司的财务部工作 之后被调到白省的公司 也是做财务 但中间出现什么变故 就暂时不清楚 这些都是我跟杜磊聊天的时候知道的 可是我现在很尴尬的是 我是白景的保镖 要查白省身边的人确实很难 只能通过杜磊 但杜磊他对张伟非常的谨慎 又不会让我打听 所以如果我能在白省身边 就会好多了 你觉得 作为一个优秀的卧底 素质是什么 准确的判断和分析 还有直觉 直觉 因为你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因为你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对付你所有的感觉 你的处觉 血觉 包括直觉 因为这一切都会规避你危险 如果你还没有这种感觉的话 说明你还没有进入状态 慢慢的 你会发现 一个绷紧的这份神 你身边的任何风趣操动 都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 很多时间长了 你会变得敏感 多疑 这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跟警察 做朋友的原因